纵欲过多而死的宰相张居正和李太后有没有见不得人的关系,他究竟是因为痣疮而死,还是因为服用药物过多而亡?张居正作为万历的首府齐责任重大,明朝的首府齐实行的是之前旧历宰相的职权,这样的高官还曾与大内红墙中的太后娘娘有所瓜葛,这是怎么回事呢?接下来,瑞丽史就带大家了解一下。 订阅我,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。 自古宫墙之内的事情最为人们津津乐道,越神秘,越渴望了解,这也是人的本性,张居正和李太后的事情也肯定不会无风其浪,第一,自张居正当上首府,推行新政,得罪的都是豪强地主,殷勤勋贵,改革阻力相当之大。 那时候,万历还没有亲政,如果没有李太后的权力支持就没有万历中兴,也成就不了大明第一首府。 第二,张居正长的太帅,明史记载,居正为人,面秀眉目,虚长致富,勇敢认识,豪杰自诩,相比被酒色掏空的朱仔后,正值壮年的张居正是不是对双居深宫的李太后,吸引力更大呢? 第三,投其所好,李太后,崇佛,为了广结善缘,其中花费肯定多,张居正投其所好把属于皇室的产业划拉给了李太后,个人名下方便行事。 第四,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朱义军如师如妇,更容易让非常关心万历皇帝的李太后感动。 至于其中,两人有多么不清不楚,这就不知道了,大家可以尽情想象。 张居正中年58岁,依他能享用的生活条件,不算高寿,他的死因,所患和病,明史,均未记载,但历来,存有两说,一是他自己的说法,据他自己去世前不久,在给皇帝的书信中说,是因为痔疮,多年误治,仿得明一哥治后,却消耗太大,衰老之人,质根虽去元气大损,脾胃虚弱不能饮食,挤于不起。 另一种说法是,清流文士王氏珍在嘉靖以来内阁首府传中所言。 张首府之死,食死于春药过度,他说,夺了张居正的命的并不是区区痔疮,而是由于他吃多了壮阳药,药性太过燥烈,又服用寒剂下火,因此发病身亡。 沈德福在,万利也祸鞭,所在更为有趣,张居正严冬不能戴雕帽,天天服食壮阳药自然暖和,只是苦了百官,再冷的天也只能跟着太师张太岳先生光着脑袋挨动,而这些叫做海狗肾的春药,居然是七季光所现, 除了春药,还有试药的工具。这两种说法,均属一面之词,古往听之吧。 据常识判断,痣疮确实很折磨人,但识人久治,痣疮之人死地的,还绝少耳闻,而死于春药过度的,则历代都有,皇帝,大臣都不乏其人,平心而论。 与当时官员相比,张居正的妻妾成群,平日靠春药支持,并不算稀罕,死于春药过度的,也并非张居正一人。 亲兵没礼,杨古县里行千户西门庆吟玉过度,套空了身子,最后不得不靠银聚,春药勉力支撑,结果死于非命。 西门庆的形象就是当时一些纵于官员的缩影。 然而,张居正还有一个重要身份,他是个政治家,改革家,虽然没有理由要求改革家一定清心寡欲,当道德楷模,但反对派却是一定会抓住他的道德瑕疵,大作文章的。 他的改革伟业也必然会因为这些污点而遭到诋毁,甚至于千里金诋毁于乙学。 果然,后来清算他时,这也成了他的重要罪证之一。 当然,张居正的道德瑕疵还不止于此,为了省亲,他不惜花费巨资,定做了三十二人台大教,精美绝伦,有客厅,有卧室,有厨房,还有金童玉女,伺候,极尽奢侈之能事,且一路招摇,受礼无数。 平时吃饭,一餐百菜,尚嫌无下之处。 还有,张居正利用手中权力,为儿子磕藏舞弊,三个儿子静修,四修,冒修都在他当政时中见识,而且四修为榜眼,冒修为状元,沈德福在万利也获编卷十四关节状元条则记载,今上更成科状元张冒修,为首魁江陵公子,人为乃副手转策问,因已进程,也就是说,考试的题是张居正出的,张居正把答案告诉了儿子,是儿子得了状元的功名。 功高盖世的张居正之所以身后一败涂地,改革成果,付诸东流。 除了他树敌太多,改革俊极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他的道德形象欠佳,有明显的操守污点,成为政敌攻击的口实,这不仅损害了他的威信,也使他的改革受到严重牵连,以至于最终被彻底否定。 他的生活奢侈严重影响到了他的励志政策的推行,他的不光彩死因被反对派大作文章,他的太尉几个儿子打算也被史家认为,并为冤分欲慎,恋恋权位,见仁几人,至死不休,则多男子多吼顾类之也。 所以明史评价他是功在设计,过在身价,同时代的海瑞也说他是功于谋国。 作于谋身,可谓一语重地,他辅佐名神宗推行了万历新政,对挽救明朝岌岌岌可危的统治,有了一定的作用。 后人在说起张居正的时候,对他雷厉风行的形式作风很是赞赏,同时也敬佩张居正大胆的创新精神。 张居正改革虽然失败了,但是这次改革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,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 但是,张居正就个人而言,也有不足之处,万历六年,他回乡祭祀父亲的时候,乘坐的是三十二人台的华美大教,足以见知张居正生活方面的奢侈。 除此之外,后人在评价张居正的时候,也说到了他好色这一点,张居正在晚年时,官拜首夫宰相,朝廷内外都具有很大的名望,而且他和李太后,冯宝等人很是交好,在一定程度上来说,有些恃宠而骄。 而张居正在生活作风中有了很大的改变,他到处网罗美女,张居正有名分的妻妾,高达妻位,家中还有大量的宠妻。 据说,七季光还不惜用重金购买每年献给张居正,张居正特别喜欢他的宠妻们,经常玩闹到很久,还吃了大量的不要。 有关介绍张居正妻子的资料很少。 只知道张居正的结发妻子为故事,张居正和故事非常恩爱,但是好景不长,故事去世了,这让张居正十分悲痛。 据说当时,张居正整天郁郁寡欢,并且向皇帝请求休假,离太后见张居正如此动容,便允许张居正回家待一段时间。 遗憾的是,张居正和故事并没有子女。 张居正的结发妻子故事去世后,张居正又娶了一位王姓妻子。 相关资料和书籍对张居正妻子的介绍几乎都未有提及,所以至于张居正和妻子的感情如何,到底有几位妻子都无从考究。 据说,张居正到晚年时期生活十分奢靡,不仅对吃食物方面有很大的追求,而且也非常喜欢美丽的年轻女子。 据传,张居正的七位宠鸡都是有称谓或者已经得到张居正的认可,而那些无名宠鸡还有一大批。 据说,七级光还不惜用重金斗买每年献给张居正,张居正特别喜欢他的宠鸡们,经常玩闹到很久,还吃了大量的不要,在他推行新政期间虽然正是很忙,但是张居正依然对宠鸡很是喜爱。 回到家后,沉迷于声色中,王世珍在《嘉靖一来内阁首府传》里说道, 张居正的死亡是合服了大量的春药有关,加上晚年时期身体虚弱,吃了大量的药性很猛的壮阳药,导致暴病而亡。 对于张居正晚年好色,吃了大量的壮阳药而导致暴病而亡的这一说法,也无从考究,至于真相究竟如何,我们也无从而知。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宰相,也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宰相之一,他和明神宗推行的万历新政, 对挽救明朝摇摇欲坠的统治起到一定的作用。 明神宗十岁就登基掌握政权,他的母亲李太后自然要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来辅佐明神宗。 此人恰是张居正。 万历年间,李太后、张居正逢宝三人为铁三角,他们在辅佐明神宗处理政事方面是不予一例, 因为张居正和李太后的关系过于信赖和亲密,坊间便有了黑心宰相卧龙床的传言, 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张居正和李太后。 张居正相貌堂堂,仪表不凡,在明神宗登基之后,张居正为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正名, 并且尊称李太后为慈圣皇太后。 张居正的这一做法深得李太后和明神宗的欢心, 渐渐地,李太后对张居正信赖有加。 将明神宗全权教育张居正负责,张居正也把明神宗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,尽心尽力地培养。 传闻有一次,张居正在考上近视那一年,有一名叫艾自修的同学, 这位同学落榜了,张居正做了一个对联,艾自修,自修没自修, 白面书生被虎榜,艾自修听后很生气,认为是张居正故意奚落他,心中变生恨意。 以此,艾自修路过张居正门前,想找他聊天,听家人说张居正在后花园赏花, 艾自修便前往找张居正,刚进后花园看见张居正的背影晃了一下就不见了。 艾自修今忙,跑去用宝剑斩断将张居正衣服一脚, 后来,艾自修查到了张居正的后花园有一个地道,通向了李太后的卧室, 于是艾自修便拿出证据指责张居正,并做出下连来嘲笑张居正, 张居正,居正不居正,黑心宰相卧龙床, 这便是张居正居正不居正的由来。 字幕君 李太太太,